大家好 好 我們回來了 身穿黑色招牌夾克亮相 台下觀眾瞬間歡聲雷動 回答創辦人黃仁軒 四年來首度演講就獻給台灣 身為AI教父的他 也不忘秀出新科技 這是我們把你的文章寫進去 高科技的文章 我正在來告訴你 有多美麗的醜醜醜 你可以在台灣享受它 我剛才在那天晚上 只見螢幕中 由AI生成的女性影像 直接跟著唸 從醉心到表情 完全沒有破綻 就像真人一樣 我正在來告訴你 有多美麗的醜醜醜醜 你可以在台灣享受它 它是最好的 夜市場 接著黃仁軒在唸出一段文字 AI直接即時作曲唱出來 甚至邀請大家 一起唱 揭開布幕秀出產品 身為台南櫻娜的黃仁軒 更化身成業務員 用台語推銷GPU 喔 香醜醜醜 OK 看這個 看這個 之前 之後 你購買更多 你賣更多 據了解黃仁軒 預計將在台灣停留兩週時間 不只有演講等公開行程 也會和台積電等供應鏈合作夥伴 和大客戶見面 看來這波黃仁軒風潮 還會持續延燒 在上週美國的財報週當中 揮答找出了亮眼的成績單 不僅在美國的股價有所成長 同一個時間呢 也帶動了在台灣半導體業者的興盛 那麼事實上呢 在今天這場演講當中 很多的企業大佬共聚一堂 為的當然就是要來看看 AI到底能夠帶來多大的綜效 其中剛剛在畫面上看到的 台速集團總裁王文淵 率領了台速四保的董座到場 除此之外 經濟部長王美花 廣達的副總梁次政 這些產業界的大咖都來強聽 不過演講一結束 黃仁軒立刻旋風趕場 原來還要跟聯發科的執行長 蔡立行舉辦記者會 這強強聯手已經開始宣佈 結盟要進軍車用市場 台速集團總裁王文淵 率領台速四保動作 一起來聽回答創辦人黃仁軒演講 聽得還沒開始還沒聽 蘭亞科是不同的行業 他是記憶 不過他不熟 所以來聽聽看 是否為未來合作 埋下伏筆 外界物理看花 不過現場真的大咖雲集 包含經濟部長王美花 廣達副總裁梁次政 還有立即電動作黃蟲仁等 產業界大佬齊居一堂 在台下聆聽 更別說有不少民眾 一早就在外頭排隊 光是要讓五千人進場 就等了一到兩個小時 從新竹才過來 所以大概十點半時候到 對 那時候排隊也是超級多人 大概九點十幾分吧 對 就是結束的時候 他有幫大家拍照 然後簽名這樣 等在酒窯一讀偶像風采 而這位顯卡教父演講完 就立馬被粉絲團團包圍 自拍簽名樣樣來 態度親民 而黃仁軒活動一結束 也旋風趕場到聯發科記者會 宣布將一起攜手 進攻 車用領域 當我認識了Rick 我只是兒子 他在夜市場 我會在夜市場 哇 那會有很大的新聞 哪有很多 在台北 這是秘密的 兩位大咖難得通框 有說有效 不過和AI教父合作 也激勵聯發科股 今天上漲八元 另外台積電 更收在568元 創下近一年來新高 帶動大盤指數上漲 一百三十一點到一萬六千六百三十六點 也讓黃仁軒坐實台股就是主封號 八大新聞需要主要主要明顯 讓我們台北尚到 鎖定八大明昇新聞 記得按小鈴鐺喔 廢啊 XD ��